根據環保署新修正空污法規定 将针对出厂十年以上交通工具 加强管制排放标准 但目前有许多业者或民众 对于環保署实施标准跟期限产生误解 及资讯不充足 导致人心惶惶 担心自己爱策应不符合相关规定 枪强迫淘汰 一个政策 你最起码要有一个配套 要有一个缓冲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们这次是针对单一车辆污染 相对是比较严重的 大型柴油车跟二行程机车来做管制 其他四行程机车 汽车 小货车 就是说不会受到影响 古董车我们会专案处理 此外针对古董车 环保署则以专案处理 有车主自主管理 但前提是必须配合交通尖锋时段 举设空气品质警戒日 及不得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 才能继续使用 目前的管制方式是这样 那这个初步我们也有跟一些 古董车车主有做过一些 说明跟协调 那他们也绝大部分都认同 这样子的做法 张顺贵认为 家延标准草案 需等到与各界完成协调后 一讨论结果完成修正后 才会公告实施 并有足够宣导其同时补助办法 再不影响民众生计 以合作方式让民众一应 更讲料 家延管制势在必行 将如期施行 原始新闻 五寸五六 台北市基隆市采访报导 优优贵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